中国小县城小城市 现在出现一种怪象 一边是经济疲软空虚 没有支柱性企业 没有预期发展 企业商铺不断倒闭 就业难工资低 一边是房地产火热 大规模拆迁 一两年内房价翻翻 几个月工资买一瓶房子 我的家乡 安徽晚北富阳一个县城 国家级贫困县 人多地少 必须大部分人出去打工 才养得活着一百多万人口 没有像样的企业 像样的经济支柱 人们生活状态很差 工资两千房价过万 每次和同学朋友聊起这个 咱这颗地方 是某某的拿来的底细长成这样 而且还有一种怪象 小县城小城市 一旦碧桂园 建业 绿城 恒大等房产公司进来了 地方房价 会像变魔术一样 陡然长得一大截 而且不是线性连续长 是断点跳跃 对地方老百姓而言 这些公司就像温神一样 谁碰到谁倒霉 一旦听说他们要进住 大家都觉得 鬼的近村的狼来了 全民公敌 他们就像房地产市场的 一记虎狼之样 本来病泱泱的经济 必然兴奋的跑向悬崖 无路可退 看看老百姓的怨恨和无奈吧 个人 能 感谢观看